老伯娘你好 好你好 跟我講一下為什麼會在這邊擺你們的關東煮 因為我們覺得這條路上就是晚上的時候蠻暗的 然後也都沒有什麼攤販會有人來擺攤 然後去年我們就一群年輕人好朋友想說不然我們來這裡擺擺看 然後就想說天氣也蠻冷的 然後晚上就是給他們一碗熱湯這樣 是 你們去年創業那時候疫情不是你們自己狀況應該也不好吧 對啊 為什麼還要想要來做愛心 想為大家盡一份心力這樣子 你們在地人所以你看馬祖這樣子來來回回也很多年 蠻多年的 因為今年會繼續擺是因為去年那一趟讓我們蠻有感覺的 就覺得大家有這個心 然後想要每年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有看到他們的一些回應對吧 對 因為整條很暗然後東西又不多 真的有溫暖到他們 對 就是他們給我們的反饋也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就是這件事情是你會想要無私心的一直為他付出為他做的 那你們去年的量跟今年量有更多嗎 今年比去年多三倍 而且我們去年是下班我們營業八點多才來 所以去年比較晚然後今年就想說就直接下午就過來了 而且你們這個時間很長對不對 對我們要從今天從三點到凌晨兩點 馬祖過可能三四點 我們才會收 等於是馬祖過之後相隔才會慢慢的這個走過 對這樣的一個付出 對你自己或對你們的事業會有幫助嗎 還是純粹就只是想要回饋 純粹只是發行 我們沒有想要有什麼實際 就是沒有想要得到任何的回報或什麼 因為我覺得付出這種東西你本來就是沒有要求回報的啊 然後是一些朋友都有贊助嗎 大家一起贊助 有些人捐錢這樣子給你們買食材 對對對 哇所以你們這樣準備了多少的金額 我們如果以店裡的食物下去算十幾萬有 哇十幾萬 如果是以店裡的價格這樣算大 很少看到年輕人發願自己出來 一般都是有金主 要不然就有企業贊助 我們是大家真的有從小到大的玩伴然後有那個心 所以我們從小到大也看著媽祖這樣走過去 嗯哼哼 對啊真的很難得 因為年輕人真的 而且你知道這兩年疫情其實餐飲業本來就很差 對 尤其那時候不能內用的時候 不好做 對去年剛好也是三級的時候 對 我們去年有兩三個月都沒有開 都是直接休息這樣 你們幾月的時候開幕 我們是前年七月開幕 然後去年是第一年遇到 因為去年三四月的時候媽祖走 然後今年 可是五月你們就不能營業好幾個月 那就虧損嗎 對 你們還是堅持到現在 嗯 要不講一下你們東西 我們有什麼特別的 或者是你們的湯頭 這個關東煮是不是最注重湯頭 對我們比較偏日式啊 但是我們會用很多就是蘿蔔啊 蔬菜玉米下去滾這樣子 所以好的湯是不是就是要熬 那不好的就是用調味粉最快 很多人會這樣做對不對 對 那你們湯頭是要熬好幾個小時 可能三四個小時要 那食材怎麼選擇 食材嗎 對啊 那個烏烈啊 甜不辣不是 好的 品質好的跟品質不好的還是差很多 我們是都找就是這邊就是 當地的在地的合作的 嗯 所以品質比較有信心 對 比較 品質也比較不會壞 對啊 因為新鮮現送就對了 所以你們是單獨創業 沒有不是加盟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是自己創業的 啊這個過程怎麼學習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我們是兩三個人 然後一起就是試不一樣的湯頭 然後有試於試營運 然後給別人就是試過口味之後 最後才決定用這個湯頭 所以你們都是自己摸索的 對我們都是靠自己 不是一個人先是關東師傅 啊沒有沒有我們是自己從頭開始到現在 啊為什麼會選這個創業 因為喜歡吃 對也沒有特別的原因耶 就覺得這個東西 可是自己喜歡吃很重要 因為你自己要一直試味道啊 要有興趣 創業要有興趣 是好謝謝 謝謝